14号台湾小犬到底有没有在西太平洋产生的机会呢 相对于西太平洋台湾来的慢 但是东太平洋跟大西洋就是气风非常的疯狂啊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主持人心看气象 气象看主持人心啦 在台湾的东边有一个9OW 早上中间气象只是1,0300% 但是现在已经变成1,0600% 因为转七角方向进入到菲律边海 这边的环境他不太喜欢高压也非常的强啊 虽然是空间七处小了一点 但是他的花载空间还是有限后 一直往这个菲律边前进的时候 然后再绕向台湾的东边海边 所以他的成长空间还有大观察 但是93W现在是在关岛的东北方向 1300多公里的地方 虽然钥匙跟早上一样 1400% 增值出了30% 但是他的成长环境 是没有很理想哦 从东北方向来的这个高压 还是压着他 但是他 坚毅不拔想 送出一片天地来啊 所以他继续在努力吸收这边的能量 从玉座上面 常常会继续往东北方向 甚至到东北方向慢慢来到 日本的东南海域这边啦 甚至到东京湾这边 慢慢形成一个比较有系统的 台湾系统啊 不过 这边的环境后 比较恶劣啊 那是否能在这个 恶劣环境中 成为一个台湾系统 还是要有在观察他 但是啊这个 赤道附近呢 索能不能进到再过去一点 这边也有一个低压 这个早上是 10700% 现在是稍微高一点 10600% 走到1500% 但是他走的方向偏向西北方向后 慢慢接近霍利宾 这个是 在意识上面 比较有可能 慢慢接近到霍利宾 前二一个台湾系统 但是 南海的低压 他从 1004 0500 一直到这个 1000 目前大概1006的 白帕的 中间范围啊 但是 他会慢慢转向 东南南向 应该进入到那个南海地区 所以这个的环境 还是要有在观察 所以 这目前这四个比较有可能产生 台湾撞在这个地下 都是各自努力 到底谁有机会 还是在 地平当中 到底 这个14号台湾 小泉 不会不会在这四个企业里面 产生呢 还是 后来的 9495才有机会产生 14号台湾 小泉 还有 这个大西洋 产生 一个非常大的 系统叫做 李一巨峰 还有一个叫 马格特巨峰 等下我们来看看 马上回来 前期收软 主持权金开机场 请你下转看主持权金 拜拜 欢迎点赞 评论关关舞台 来到求献献